这是一个1080p的视频 大小为638兆 导入简易 点击导出 设置成720p 导出 文件居然变成了3.23G 新手很难对视频参数进行精心化压缩 用FFM拍高进行转换 每次都需要敲一场创命令 小白根本无从下手 还有些软件 压缩后文件大小没降多少 但画质惨不忍睹 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 烦死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易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款 完全免费开源的 视频格式转换神器 Hunderbreak 它不但能轻松转换任何格式 还能在保证视频画质的前提下 把文件压缩得更小 不仅如此 Hunderbreak还能给视频添加字幕 那为什么要压缩视频呢 首先可以为你的硬盘减负 现在的设备拍摄的视频越来越清晰 但文件也越来越大 学会压缩可以在基本不损失画质的前提下 有效节省宝贵的硬盘空间 其次 如果你是一名up主 把视频上传到各大平台时 原视频都会进行二次压缩 结果就是 你明明上传的是4K视频 平台压缩后 画质却变糊了 最好的做法是 在Hunderbreak里 主动把分辨率保持在4K 然后通过优化画质设置 进行一次高质量压缩后 再细细上传 这样能减少平台压缩带来的损失 看起来更清晰 最重要的是 这块软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遍就能学会 首先 我们打开Hunderbreak的官网 也就是这个地址 如果你是Win10以上的系统 点击这个红色的按钮直接下载即可 其他系统 也可以点击其他平台 选择自己对应的系统进行下载 当然 你也可以去Hunderbreak 在Github上的主页进行下载 也是一样的 我是Windows系统 直接点击这里进行下载 这就在下载了 下载成功后 双击安装程序 下一步 再下一步 选择安装目录 然后点击安装即可 点击完成安装 安装成功后 桌面会出现这个可爱的波罗配鸡尾酒的图标 双击 这个就是Hunderbreak的操作界面 直接拖入想要压缩的视频即可 也可以拖入整个文件夹 或者直接同时拖入多个视频进行批量处理 点击左边文件夹按钮 也可以一次性导入整个文件夹的内容 文件则是手动选择单个或多个视频 视频加载后 首先可以看到视频源这里显示有视频的信息 如果我们只想压缩视频的其中一小段 可以把范围这里的章节改成秒 并输入精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来选择具体需要处理的片段 对于新手来说 最简单的开始方法就是使用右侧的预设 Hunderbreak 类似了大量针对不同设备和用途的优化配置 这个是通用预设 这是最常用最平衡的类别 绝大多数场景都可以在这里选择 比如这个Fast 1080p 30帧 就是最经典的万金油选项 Web是网络类 如果你想把视频上传到YouTube、B站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 可以用这里的预设 Diverses是设备预设 如果你的目标是把视频放进某个特定的设备里播放 比如苹果手机、安卓机、亚马逊平板或者游戏机 直接在这里找对应的型号就行 Machioska 也就是MKV格式 比如我这个视频 它拥有5个音柜和5个字幕文件 如果我想把它们全部保留下来 最好选择这个 另外 有些朋友的列表里还会有硬件预设 比如N卡、A卡这些选项 它的优势就是压缩速度比较快 但副作用就是文件会稍微大一些 最下面这个是专业预设 这是给专业视频剪辑适用的 会生成超级巨大的文件 平时我们一般都用不上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去通用类别里 选择Fast 1080p 30帧 它在压缩速度、文件大小和画质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而且兼容性非常好 如果你懒得折腾 直接选择预设就够用了 然后点击开始编码就能获得非常棒的压缩效果 假设你对格式、分辨率、音轨、字幕等有特殊的需求 可以在下面这些选项卡里继续进行微调 在要选项卡下的这个输出格式 会随着预设的切换自动变化 比如我选择MKV 它就会切换成输出MKV格式 选择通用预示 就又切回了MP4 WebM格式在网页开发中比较常用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不到它 尺寸选项卡下 可以设置翻转、裁剪、输出分辨率等参数 比如你想把一个横板视频变成竖板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手动调整 滤镜选项卡下一般不用修改 视频选项卡是Handberg的核心 它直接决定了清晰度、文件大小和压缩速度 这个下拉宽设置 它决定了输出文件使用哪种编码格式 不同的选择对压缩后的文件大小、画质 以及兼容性等都会不同 H.264兼容性最好 几乎所有的设备和平台都支持它 H.265是H.264的升级版 在画质相同的情况下 H.265编码的视频体积大约只有H.264的一半 但一些老旧设备可能不支持 AV1是目前最新的开源视频编码标准 比H.265更省空间 用更小的文件就能保持不错的画质 但是对电脑性能要求比较高 且目前的硬件支持还在逐步普及 这两个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压缩技术 除非你要兼容非常老旧的设备 否则不建议使用它 VP9是谷歌开发的一个开源浅棉板碎的视频编码标准 它的压缩效率几乎可以媲美H.265 但兼容性不如H.265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建议选择H.265来进行编码 H.265后面的10bit 12bit 代表画面中能表现出来的色彩数量 数量越多 画面过度越平滑 H.265支持1670万种颜色 如果只是处理普通视频 选择这个最稳妥 H.265 10bit里面 大概有10.7亿种颜色 如果你的视频有很多渐变色 比如天空 夜景 或者是专业相机拍摄的素材 选择这个更合适 H.265 12bit 支持大约687亿种颜色 对于杜比世界的片源 可以选择这种 括号中的XR.265 表示使用CPU来进行压缩 我的电脑上配了N卡和A卡 这里会自动列出来 选择后 程序会使用相应的GPU来进行压缩 速度会比CPU快很多 不过画质会稍微差一些 而且压缩后的文件也会大一些 真律建议设置成SAMS Source 也就是和原视频一致 避免卡顿 质量这里的数值越小 画质越好 但文件也会更大 一般H.264和H.265 选择在18-24之间 就是比较均衡的设置 接下来 是很多新手压缩视频时 都容易犯错的关键环节 比如不小心把字幕烧成了印字母 又或者把原本的多音轨 降继成了立体声等等 所以接下来的音频和字幕 选项卡下的设置是重中自重 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哦 音频这里默认只会保留一条音轨 如果你的视频像我这个视频一样 包含多条音轨 里面有音语 意大利语等等 你希望重新编码后 继续保留所有音轨 那就点击轨道 添加所有剩余轨道 将原视频全部的轨道添加进来 如果你只需要保留其中几条音轨 也可以添加新轨道 然后把音源设置成想要保留的音源即可 括号中的内容代表原视频的音轨信息 OPS代表音频编码格式 这个是声道数 常见的有2.0、5.1和7.1声道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给每条音轨进行单独的设置 因为篇幅原因 这里就不展开详细演示了 你只要记住 如果是普通影片 建议使用默认设置 不用做任何修改 如果是5.1、7.1或杜比音效 并且你希望保持视频原有的音质 则选择待拍输入的选项 它就不会对这条音轨做任何修改 入目选项和音轨一样 如果原视频内部已经有多个字幕轨道 可以点击轨道 选择添加所有剩余轨道 这是因为我把输出格式设置成了MP4 而我的字幕文件是PGS图形格式 和MP4格式不兼容 我们把它改成MKV 然后再点击 就能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还想额外添加自己找的字幕文件 比如这个视频里面没有中文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中文字幕 我可以点击轨道 导入字幕 把这个中文字幕导入进来 然后把语言改成中文 在name这里给它取个名字 然后再把default勾选上 表示播放视频时默认显示这条字幕 你也可以切忘成默认显示其他语言的字幕 如果都不勾选 则默认是不显示字幕的 如果你希望把字幕烧录成印字幕 则把烧录勾选上 除非你要把视频上传到各大平台上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勾选 仅限强制 表示视频的语音和这条字幕与种不匹配时才显示 这个也不建议勾选 如果你只需要其中某个字幕 比如我只需要中文和英文 把不需要的都删除即可 当所有设置都按照你认为最佳的效果设置完毕后 建议大家先预览一下 看看压缩后画质的效果 如果不满意可以及时调整参数 避免浪费漫长的压缩时间 点击顶部菜单栏中的预览 在这里可以选择想要预览的视频起始位置 并设置预览时长 我这里选择预览10秒 然后勾选使用外部播放写 点击编码预览 就可以查看压缩后的效果 保存为这里 可以设置编码压缩后新视频保存的位置 点击流浪可以更改这个位置 如果我想把每次压缩后的视频 都默认保存到电脑桌面 点击工具 首选项 输出文件 在这里把路径设置成桌面即可 OK 全部设置完成后 点击开始编码 它们就会开始工作啦 页面下方会显示压缩进度 如果感觉这个压缩时间太长了 可以设置视频编码完成后的操作 比如关机或休眠 压缩完成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压缩前的视频 大小为7个G 这个是压缩后的 大小为1点多G 我们来看看对比两个视频的画质 几乎看不出差别 如果你要一次性批量处理多个视频 操作也非常简单 把视频全部拖入进来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预设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预设 点击添加到对列后面的小三角 然后选择全部添加 对列中就会显示当前带处理的视频数量 接着点击启动对列 它就开始批量处理啦 如果你希望给每个视频使用不同的预设 在标题这里 可以看到当前设置的是哪个视频 比如我想把第一个视频 转换成MP4格式 并且使用默认的预设 那我就直接点击添加到对列中 这就添加进来了 这里要注意 如果你设置好了第一个视频的预设 在设置第二个视频前 一定要先将第一个视频添加到对列中 不然新加入的视频 会将之前的视频设置覆盖掉 上一个视频成功添加到对列后 再选择第二个视频 这个视频我想继续保持MKV格式 那我就在这里选择一个合适的预设 再次点击添加到对列中 OK 全部添加完成后 直接点击启动对列就可以啦 最后我们再来讲讲自定义预设 如果你经常使用同一套预设方案 并且每次在预设列表中选择后 都需要手动调整下面标签中的参数 就像这个列表中有一个1080P 30帧的预设 而我每次都需要压缩成1080P 60帧的视频 那我就可以选择1080P 30帧预设 在视频这里把帧率改到60 点击保存新预设 名字命名为Fast 1080P 60 描述记录一下 和Fast 1080P 30一样 只是把G率改成了60 然后点击添加 自定义这栏就多了一个1080P 60的预设选项 鼠标放上去会显示它的描述信息 如果你想要默认使用这个自定义的预设 选中这个自定义预设 然后点击预设菜单 将当前设置为默认值 点击确定 这样每次处理视频 默认选择的就是这个自定义预设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